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抵達了美國首都華盛頓 展開國事訪問 那麼除了在今天週二 要前往阿林頓公墓獻花 明天週三要和拜登總統 舉行會台之外 他星期四還要到美國國會演講 並舉行美日非三邊峰會 那麼岸田文雄在接受 美國有線電視CNN專訪的時候表示 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不斷的加劇 已經將事件推向了一個 歷史性的轉折點 迫使日本要改變國防姿態 而根據日本各家媒體提前曝光的 美日首腦聯合聲明概要顯示 美日同盟將達到史無前例的高點 不但在安保 尖端科技等領域 加強戰略合作 也將重申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與此同時也傳出了日本可能 加入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 AUKUS成為第二支柱的新成員 引發了中方的嚴重關切 那麼美日安保升級究竟反映在哪些具體的項目上 最讓解放軍擔心的可能是哪些部分 中方又會以何種行動來回應或反制呢 史大談今天下半場 請兩位專家為大家進行深入的分析 一位是美國愛德菲大學文理學院的院長 政治學教授王維正博士 王教授歡迎您 主持人你好 艾教授好 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學歷史系兼職助理教授賴小剛博士 賴小剛博士也再次歡迎您 主持人好 王教授好 好的 再次歡迎二位也歡迎我們的觀眾朋友 持續透過美國之音在YouTube的直播聊天室 向兩位來賓提問或者是發表人的觀點 參與我們下半場的討論 下半場我想先請教王維正教授 我們看到這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抵達了美國首都華盛頓 這個從白宮到國會可以說是全程都掛滿了日本的國旗 那麼這也是日本首相時隔九年再次以國兵的身份正式訪美 就是一次國式訪問 那麼岸田的行程也是滿檔 剛才我們介紹了很多 今天要去阿林頓公墓 還有明天是國會 還有這個雙邊三邊峰會一連串的 你怎麼觀察岸田文雄此行訪美的一些亮點 還有此行的重要性呢 王維正教授 日本首相岸田的訪問美國首都華盛頓 毫無疑問是美國首都外交界的一件大事 剛剛您提到他們把形成美日同盟達到史無前例的一個高點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美日同盟現在再度的被顯現 毫無疑問的顯現出來它是美國在整個印太地區戰略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支柱 美國最主要在過去的話常常有很多爭論 就是說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話最主要的雙邊關係是什麼 是美中關係還是美日關係 像基辛吉等流的話他們是認為是美中關係 甚至於說只要有所謂的G2的話就搞好 現在看起來的話事實上是美日關係 日本的話今天的日本不是1945年戰敗的日本 不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興起對於鄰國的侵略的日本 今天的日本是一個工業高度發達 而且民主制度非常穩固的一個美國值得信賴的一個盟友 就談到這個美日同盟來講 過去70年前1960年它剛成立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目的有三個 就是說所謂的Keep Japan Down 就是防止美國在日本駐軍的話 這樣可以防止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興 Keep Soviet out 就是讓蘇聯的話不敢進攻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Keep the US in 日本作為一個美國在印太地區的一個前進的基地的話 這樣可以使美國在這個地區的話會發揮它的影響力 現在70年過去了 過去我們很擔心日本的這個發動侵略者 這樣的一個角色 現在的話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個顧慮 而且日本的話是一個很發達的一個經濟體 它可以再提供美國的這個駐軍 還有提供區域的安全 還有人道協助還有經濟發展 可以提供很多很多方面的協助 所以我可以這樣斷言就是說 如果沒有強固的這個美日的同盟的關係的話 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是沒有辦法發揮的 這也可以顯現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美日同盟關係的話 日新月異 今天的話比昨天更重要 好的 感謝王教授分析這個岸田訪美的這次的重要性 感謝王教授 繼續我想請教賴小剛博士 是岸田文雄在剛提到說CNN訪問他時候說 不斷加劇的地緣政治將世界推向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 也迫使日本要改變他的防衛戰略 大幅改變了日本的安全政策 您是研究這個軍事歷史方面 我想請您從軍事角度跟我們來談談 岸田文雄訪美前夕的一些軍事角力 包括了美日澳飛首次在南中國海 舉行了這個聯合的經驗 而且值得關注的是同一天 解放軍的南部軍區也宣布在南海海域組織聯合海空戰巡 您怎麼看這個岸田文雄訪美背後的一些軍事動向 來跟我們分析這背後的一些觀察重點呢 賴小剛博士 好 謝謝 謝謝 這個軍事活動講究的是層次 那麼南海這兩次爭鋒相對的軍事演習 自然它也有層次 而且各個層次有不同的目標 西方的兵勝就像西方的孫子 就是克羅斯維茨 把戰爭定義為是政治的繼續 軍事演習不是戰爭 但是南海的這兩場演習具有濃厚的政治目的 所以呢 我們也不妨把它當成是政治的繼續 那麼呢 從政治層面來說 由於菲律賓海軍的巡邏船受到大陸的踩上執法船的水炮的轟擊 船上有人受傷了 那麼日美澳非的聯合軍事演習就是在告訴北京 向北京示警警告北京這樣的行動會升級為武裝衝突 那麼北京呢 下令解放軍南部戰區舉行聯合海空演習 就是在回應四國的軍事演習 在宣告自己的主權 以表明自己不懼怕四國的軍事威脅 那麼從作戰層次來說 軍隊的指揮機關需要進行經常性的演練 以便檢驗預案 發現存在的不足 進行修正 同時呢 讓指揮人員和參謀人員熟悉作業流程 熟悉作戰區域 並且了解和熟悉你的友軍 解放軍沒有熟悉友軍的問題 但是他也有各個部門和軍兵種之間的相互協同問題 那麼從訓練層次來說 演習的實施是對每一個參戰人員業務水平的檢驗 而業務水平呢 又取決於反复的訓練 對於單兵和部隊來說 演習是訓練的一個組成部分 是對訓練的考核 那麼說訓練的水平和考核結果如何呢 這就屬於軍事秘密了 好的 感謝賴小剛博士從軍事角度我們分析岸田方美 其實我想請教王維正教授 是這一次呢 岸田文學馬上跟拜登總統周三舉行首腦峰會 但是日本媒體包括讀麥還有亞洲日經 都提前曝光了這個每日首腦聯合聲明的概要 那麼當中提到說美日領導人在聯合聲明中將批判中國在東海南中國海的挑釁行徑 而且再次確認規範美國有義務協防日本的每日安全保障條約的第五條 是適用於釣魚島 也就是日本所稱的間隔諸島的這個部分 此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聯合聲明將重申 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你怎麼看這個拜登和岸田文學預料將會重申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是不是也是進一步確認之前所說的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呢 王教授 是的 我相信這個明天出來的這個文告的話 一定會有這個宣布就是台海安全的話是共同關注的要點 這個因為這個也不是第一次 因為這拜登上台之後的話 他在所有的雙邊還有多邊的場合 比如說跟美日 美韓 美日韓還有七國會議的話 都提過這個 基本上來講的話就是外交上要形成一個團結的一個態勢 那麼我覺得我回到剛才那個美日同盟的一個歷史的一個宏觀的一個角度來看 為什麼日本現在它的這個在外交上的話有比較多的一個作為 二次世界上剛結束的時候 然後美國是很 還有包括這個日本在東亞的一些邻邦的話 很擔心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興 所以有所謂的這個 對它的軍事有所謂的限制 包括這個憲法第九條 和平憲法 這包括日本不能夠有軍隊 它只能有所謂的自衛隊 然後它不能夠 它的軍費不能夠超過它的國民生產毛額的1%等等 但是問題是這麼多年過去日本經濟發達相當的快 所以這個1%的話也變得很多 所以這麼多年過去以後 現在日本的話變成說是一個工業非常發達的一個國家 而且過去我們擔心日本它可能是希望把它實力給壓下去 然後擔心它在作怪 現在的話反而是希望它能夠扮演一些更重要的角色 所以從美國角度來講的話 現在對於日本扮演一個比較更重要的一個安全角色的話 是完全放心的 而且是非常覺得說有這樣的一個夥伴來幫它這個分憂解牢的話 反而是好 這個態度跟70年前麥克阿瑟這個制定的所謂的和平憲法完全不一樣 那麼為什麼日本會願意採取一個比較積極的外交政策呢 因為70多年過去了 日本剛才您提到岸田首相提到說 日本面臨到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 這意思就是說日本的周邊的戰略環境已經有了一個重大的變化 主要的挑戰是來自於中國跟北韓 北韓是一直在 但是更強大的更持久的一個挑戰是來自中國 所以過去日本這種所謂的和平憲法這樣的一個態勢的話 不足以保衛日本人的他的國家利益跟人民的安全 事實上一般的日本的民意的話 你做民意調查也發現說 一般老百姓過去這個和平憲法是根深蒂固的 但現在的話一般的日本民眾對於日本在國際事務上 要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 甚至包括在安全事務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的話 有比較開放的態度 所以我相信明天的文告的話 一定是把這個日本提高到跟英國在歐洲這樣的一個盟友的地位 所以可以講說日本就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英國 好 最重要的盟友了 感謝王教授分析 我也想請教賴小剛博士 根據我剛剛說到日媒提前曝光的 這個美日首腦聯合聲明的概要當中 還有說美日同盟關係將借由這場峰會達到史無前例的高點 兩國在安全保障 尖端技術等領域加強戰略合作 美日首腦渴望在峰會上同意 這個部分是新的 提升國防工業合作 除了美國的海軍船艦在日本民營的船廠維修之外 未來還可能會共同研發生產彈藥 飛機和船艦 將日本進一步的整合到美國國防產能的這個範疇 我想請教賴小剛博士 你是這軍事方面比較專精的 這份提前曝光的聲明顯示了這個美日同盟 會達到一個這個具體很多的這個 連船都可以在日本的船廠修 當然這可能跟因應未來台海發生戰事 可能也有一些關係了 你怎麼看這些具體的項目上 可能會最讓中共解放軍擔心的包括哪些部分呢 請教您的分析 我想最讓解放軍擔心的 不光是解放軍擔心的 對於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非常擔心的 尤其解放軍肯定是了 擔心的是聯盟作戰體系的建立 那具體的說呢 就是作戰體系的建立 具體的說就是美國和他的亞洲盟國之間的聯盟體系 從現在的雙邊體系 轉為與亞洲盟國之間和美國之間的多邊作戰體系 那麼這個體系呢 說說有點長一點 就是盟國作戰向來是非常複雜的 而且不成功 所以拿破崙當年就說這反法聯盟 多少多少個反法聯盟 只是那麼多的地理概念為止 那麼這種情況呢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發生變化了 這個變化就是英美之間的戰略合作 不是做就是軍事合作了 就是盟軍最高司令部的這個系統建立 北約的一體化的作戰體系 就來自於當年的盟軍的這個作戰體系 那麼在50年代的時候呢 美國就曾經想把這個北約版 在亞洲建立一個北約版 北約是NATO 那麼在亞洲呢 印太版的北約 對 它叫SETO 這個呢 中文的譯法呢 就叫東南亞國家集體防衛 成立於1955年 在1977年的時候就解散了 原因呢 是在於呢 77年的時候已經缺少了共同的敵人 另外呢 亞洲國家 國家之間 彼此之間缺乏信任 那麼大家信任美國 但是彼此之間缺乏信任 所以呢 到77年就結束了 那結束之後呢 亞洲國家的安全怎麼來呢 就是和美國結成雙邊形的 這個安全體系 結果就形成了一個 以華盛頓為軸心 在西太平洋沿岸展開的 一個雙邊體系 像個扇子一樣 這扇子就一位稱之為 叫扇型安全體系 那麼這個扇型的安全體系呢 到了2015年的時候發生變化 起因呢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薩德導彈危機 這時候韓國 這裡面重要的原因就是日韓之間 就是韓國不能原諒日本 對於日本一直就是非常的 這個嫌疑非常多 信不過日本 那麼到了2015年的時候 薩德導彈危機的時候呢 韓國公眾一下認識到了 原來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韓國另有圖謀 日本根本不是日韓國的敵人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圖謀 這樣的話呢 韓國的公眾就摒棄了對日本的前嫌 日韓就迅速的接近 那麼這就是美國更想要的結果 那麼馬上的日美韓三國的這個同盟 這個準同盟就變成了原來雙邊協定 變成了雙三邊同盟 就形成了亞洲版的小北約就開始出現了 就在這時候開始出現了 而這個呢就是北京方面最擔心的事情 就是一個亞洲版的北約出現了 好的 感謝賴小剛博士 王衛正教授剛剛說到這個印太版的小北約 是北京現在最擔憂的 除了美日同盟升級之外的 更擔憂的一點 也就是現在外傳說日本可能會加入 所謂的美英澳AUKUS的這個 三邊安全夥伴關係 中方外交部的確已經對此 表達了嚴重的關切 毛寧就說了這美英澳不顧 核擴散的風險 釋放所謂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的 擴源信號 加劇亞太的軍備競賽 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表達的中方嚴重關切 而且還講說這個 我們反對所謂排他性的小圈子 製造陣營對抗 日本尤其應該深刻 汲取歷史的教訓 在軍事安全方面謹嚴盛行 這是北京方面對於這個 可能成型的印太版小北約 所提出的這個嚴重關切 你怎麼看現在傳出這個消息 是日本有可能會加入這個AUKUS 成為這個美英澳 這個三邊安全夥伴協定的 所謂的第二支柱 Pillar 2 你怎麼解析這個最新的消息呢 黃偉正教授 這個AUKUS的話 其實不管是在國際關係的一個典範 和那個軍事能力來講的話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概念怎麼講呢 就是說因為這個最最後一個 就全世界的所謂的這個 已經宣佈的這個核子大國 那真正來講的話被承認的 最後一個核子大國的話應該是中國 那是1964年 那之後的話比如說印度 巴基斯坦他們雖然都釋報 但是並沒有被真正的接受 所以美國的話基本上 他要扮演兩個角色 一個的話是他對他的盟邦 要提供所謂的核子傘 這核子傘就對他的安全的保護 就是說我可以保護你 因為核子戰爭 核子武器的話 最後如果被逼得要用的話 我的敵人或是攻擊你的敵人的話 沒有辦法打勝 這個是我對你安全的最後一個保障 可是他這個核子武器 畢竟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武器 我們最近不是才看過那OPENHEIMER 他得了很多的奧斯卡的獎 所以必須要防它擴散 所以美國的話必須在這個提供核子傘 跟防止核子擴散中間 扮演一個非常微妙的一個平衡的角色 那為什麼提到這個 就是說因為AUKUS的話 美國跟英國這兩個國家 是在1964年以前 就已經是成功誓爆的核子的國家 但是澳大利亞不是 那把澳大利亞給加進來的話 顯然是一方面 美國跟英國對於澳大利亞的話 作為一個成熟的工業民主 絕對有信心 就是說他可以拿到這個核子的科技 因為大部分的這個潛水艇都是核子動力的 它不會擴散 所以這個都不用擔心 另外一個就是說 英國跟美國畢竟離這個印太地區比較遠 那澳大利亞的話 它在印太地區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中型的國家 它如果有事情的話 它也比較近 而且核子動力的這個潛水艇的話 到達那個出事區域的話也比較快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突破 現在如果要把日本 把他邀請進來作為所謂的第二支柱的話 我覺得更牽涉到另外一個突破 怎麼講呢 因為日本的話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曾經受到核子彈的攻擊的 原子彈攻擊的一個國家 所以日本這個反戰的這個文化的話是根深蒂固 但現在剛才我提到過就是說發生歷史性的一個重大的一個改變 怎麼能夠讓它能夠跳脫這個所謂的核子的禁忌 讓它能夠考慮到說要來加入要來取得這個核子的這個戰力 那我覺得這些觀點上一個很大的一個改變 另外就是過去日本是靠著美國發展的原子彈 才把這個第二次大戰給結束 今天美國居然對它有足夠的信心 讓它邀請用這樣的一個核子這樣的一個俱樂部 所以我覺得世界大勢已經有很大的改變 澳大利亞馬上提出來 他說因為目前的話就讓日本再馬上加入的話 可能還有一些困難 所以它不見得很快 所以這個基本上觀念已經突破了 好的 感謝王教授 從這個歷史來跟我們看 這日本加入AUKUS這個問題 想請教賴小剛部的軍事來看的話 AUKUS它背後牽涉到的是核動力的攻擊潛艇 所以說現在日本加入這樣的一個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 它究竟意味著什麼 現在更多的細節出來 第一支柱是為澳大利亞提供佛吉尼亞籍的核動力攻擊潛艇 而所謂日本要加入這個第二支柱 Pillar 2就是要推動一些先進能力的技術項目 包括加快人工智能 AI量子 先進網絡能力高超音速能力 和電子站等關鍵技術的協動發展 聽起來好像是把日本放在第二支柱 是迴避了剛才王教授所說的 直接加入這個核子的這個部分 那麼您怎麼看這個加入第二支柱 而非第一支柱的這個核潛力 就直接跟核擴散風險有關的部分 有關於日本加入AUKUS 您是怎麼從軍事角度來分析呢 賴小剛博士 好了 大概在十年前 一位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少將私下裡面說 如果要是日中之間爆發戰爭的話 日本海上自衛隊會讓人民海軍輸的要比北洋水獅還要慘 這些話呢可能是代表吹牛的成分啊 但是呢日本海上自衛隊不可小觸的 日本海上自衛隊在它的噸位 在世界上排列第四 是在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之後 但是如果考慮到了作戰效能的話呢 日本海上自衛隊就與英國海軍並列了 不是第二就是第三 不僅如此呢 日本海上自衛隊在冷戰時期的任務就是反潛 它的蒼龍級潛艇大概是世界上最好的常規潛艇 而且從歷史上說呢 日本就是個海洋國家 當年的日本帝國海軍可以說是隨敗游戎 而相比之下 人民海軍除了中華民國海軍和南越海軍和越南海軍 交過幾次火外 就沒有什麼戰鬥歷史了 不能和日本海上自衛隊相提並論的 好的 感謝賴小剛博士 我們線上有一些網友的這個留言 我念幾個然後請兩位來賓回應 或是說如果時間緊的話 跟我們做總結了 這位網友叫做TriDog2023 他說今天的日本自衛隊就是東亞地區的定海神針 日本軍力越強 中共鋭而走險的可能性就越低 而且日本作為老牌的工業強國 軍工產能強大 接下來完全可以同韓國一起成為民主的兵工廠 由美國來居中協調支援烏克蘭 台灣和自由世界的其他盟友 對抗中俄伊朗為首的新邪惡軸心 共同撐起自由世界之盾 這是TriDog的看法 還有一位Too這位網友TOO 他說的比較有意思 他說說實話 他是支持日本擺脫戰敗國地位的 試想一下日本如果活過來的話 他大概意思是說軍國主義復活的話 是會找中國尋仇呢 還是找美國尋仇 這是我們網友的個人看法 王教授要不要簡單回應一下 跟我們下半場也做個簡單總結 王教授 民主兵工廠這個概念的話 可以讓人回到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這個盟盟國怎麼樣的獲勝 因為除了說有美國之外 最主要是說他有很多的盟邦 他們能夠把平常民生的工業 轉過到國防工業 那麼剛才第一位網友他提到這個日本韓國 他們都是很發達的先進的工業國家 所以如果能夠幫美國分憂解牢一些的話 而且剛提到就是做一些人工智慧 修船等等這些東西的話 並沒有直接牽涉到核子動力潛艇 或許在日本的一般的民眾來講 是比較能夠接受的 因為他們畢竟是有憲法第九條的限制 所以要他們一步就到位的話其實很難 但我覺得日本跟韓國作為美國在印太地區的 民主兵工廠的話這絕對是一個好的觀念 好的 感謝王教授 那麼賴小剛博士 我們今天上半場談到了中俄聯盟 下半場談到美日同盟 一個是陸權 一個是海權 最後跟我們進行一個簡單的總結 綜合我們今天上下半場好嗎 賴小剛博士 好的 剛才王教授說的 日本是和平的支柱 用美國人的話說它是鐵毛 是一樣的 這種作用它既是日本的地理位置 也來自於日本對於戰前的反思 也對於西方國家對自己戰前對東亞政策的反思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 則沒有這種反思 他們是同床異夢 各懷鬼胎 那麼最後我用兩個成語來回答 一是望洋新派 泥牛入海 中俄都是大陸國家 而第二次冷戰的角度場是海洋 誰因誰輸 不言而喻 好的 感謝賴小剛博士 還王維珍教授兩位的精彩點評 提醒您兩位來賓發表的是個人觀點 並不代表美洲的知音 但是感謝二位